不仅记得今天要赚钱得更花心思了 在台中有百货公司呢 打出了将近2000瓶四大主题的美食街 号称走一趟能够吃遍全世界 而在台北呢 也有卖场砸下了千万预算 要打造民国60年代 复古造景的美食街 也就是说 美食街现在卖的不只是食物 也包括了要卖气氛 吴尔特工队张俊栋告诉你 从日本到威尼斯 再从美国好莱坞到台湾怀旧老街 中台湾这座将近2000瓶的百货美食街 用四大主题造景逛街消费 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除了是味觉上的享受 现在还得搭配视觉上的惊奇 有人的地方就有的吃 台中的百货美食街 人龙排队进场吃下午茶 美食充其量只能刚配角 因为重点是用餐环境 有异国风情的氛围 环境成了最大卖点 吸引掏客掏钱消费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呢 可以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全台独家 就像我们的整栋的品牌一样 不只台湾小吃 还有日式料理 西方素食将近50个贵位 各就各位 全进驻在东南亚最大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不过业者卖的不只美食 也卖气氛 吃个饭 对没有错可以环游世界 你可能可以 你今天比较没有空 可能先到日本来 下一周你可能就可以 飞到意大利去 不过台北内湖有卖场砸下 千万打造民国60年代的用餐情境 主题情境的美食街 这把商场战火正式烧开 比较复古风格 复古 古色古香 农村怀旧 复古就连餐厅的瓦片砖 快电线杆都要复刻到最极致 卖场美食街 卖的食物要跳脱台湾框架 引进各国美食主题情境搭配美食的策略 让消费者甘愿买单 能吃能看还能够感受情境 百货美食界的主题造景取代食物成为百货业的最新竞争策略 中间新闻陈建安廉家庆张军栋在台北台中的综合报道